76、《文匯報》A股公司高管爭當一手黨 2015年7月18日中國經濟B01特稿中證監上週四下發通知 要求A股上市公司從大股東增持、回購股票 董監高增持、員工持股計劃和股權激勵者五項措施中 選擇一個推送利好 眾多公司高管響應號召 在市場上掀起了一股增持疫潮 但據內地媒體報導 有不少公司的高管明顯是膚顯了事 增持量不足一千股 甚至有六家公司的高管僅增持一百股 堂而皇之地當起了一手黨A股規定每手為一百股 在港股市場上 所謂一手黨是只有散戶易充申請新股 但每次僅申請一手碰雲氣 用二、三千元玩下 中就中 不中都無雙大雅 這一次會更一突然開始在A股市場流傳 但卻被內地散戶賦予了全新定義 專門用來嘲諷上市公司高管小量增持自家股票的行為 買300股成為重大事項 據內地證券日報統計 從7月8日起至本週四A股有54位高管及個人增持少於一千股 其中 西藏發展 蘇常柴A正海池財 旗海股份 中聯電器 美神科記者6家公司有高管或個人僅增持了一百股 涉及金額量最少的是蘇常柴A 該公司一位董事的親屬在7月8日增持一百股 涉及金額僅約765元 增持二百四百股 這也大有人在 涉及金額大多低於五千元 更搞笑的是 有公司橫薩有介事發公告 預告即將小量增持 一家名為梅眼吉祥的公司在7月9日公告宣布 公司監視優秀容女士計劃自承諾涵簽儲資入於五個交易日內 以個人截籌資金通過二級市場買入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300股以上 該股近日股價基本在3至4元人民幣區間徘徊 即是涉及資金最多也就千余元人民幣 這一重大事項是否已落實 暫時仍不得而知 高層小量增持不如散戶在這股風氣帶動下 連交通銀行3328的高管也未能免續 有三位高管於7月10至13日期間增持了 其中董事長牛錫明分兩次增持 每次緊增持三首三千股 其餘兩位也緊增持數千股 總計金額9.57萬元 該數字與A股高管相比 似乎略見體面 但後者基本是中小公司 交行卻是涉及2千億元的大銀行 單計 H股 導致三位高管增持之後 在聯交所網站顯示的好倉依然為零 有市場人設指出 中證監的原意是要求高管曝出真金白銀來增持 但只增持十手甚至一手的行為 涉及金額連散戶都不如 顯示高管都對公司缺乏信心 投資者更會避而軟之了 事實上 內地散戶近日都對這些公司群起炮轟 清記住這些公司 散戶不要碰這些票 有人更嘲諷 這是董監高任時提醒你 自家股票不值買 看來 散戶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呼險舉動 只會適得其反 入手黨還是小當為妙 記者陶若斌 我到了你這次患通訊格 不是要暗承的嗎 說我能賺嗎 你 Tig發佣的望往都快樂 你可是選:「小當 無言少的建議 說三國賊、開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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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y 也不像中譽大人、開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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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